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们现在烧头香也好 我们自己过年新年第一天也好 总是一个祈求阳间的平和 中国人因为讲初一是农历的 所以是属于英历初一 希望在中国的一年当中都平平安安 那么阳间的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磕磕头也好 还有师傅就是说 那个12月31号就是说 可不可以按照年初一这样造头香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因为台长过去没有跟大家讲过 但是实际上这个应该是可以的 为什么新年的清迹象的这一天 你知道凡是在我们中国人心中 或者在海外人心中 它是一个节日的话 实际上它总可以跟天上的节日有关系的 你听得懂吗 嗯 实际上 今年的头一天 实际上是应该在家里烧头香的 所以台长一般的 我就是对外我不讲 但是你问到了我就告诉你们 实际上跟 当然不如像中国人过年这么热闹 实际上它也是头一天 也是烧头香的 明白了吗 嗯 明白明白 因为因为实际上 你听我讲完 实际上你在元旦烧头香 可以给你带来在阳历 很多的事情的顺利 那么阴历 那阴历烧头香 年初初一烧头香 对中国人来讲 对属于很多的阴界和阳界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也就是说 如果你阴历的第一天和阳历的第一天都说头香的话 那你不是阴阳双收啊 是的 听不懂啊 明白明白 听众朋友 新年很快就要到了啊 那么2015年 阳历2015年 很多听众也问师父 说能不能多念点经 实际上只要有节气 都会有天上菩萨下来的 当然可以多念一点了 因为阳历的新年 他也是很重要对我们来讲 所以很多人 阳历的 阳历的初一就元旦这一天 很倒霉 比方说跟家里人吵架 他也会像中国农历年一样 也会吵架 那么这是什么概念呢 那么阳历的第一天的吵架呢 是吵架下一年的阳历的第一天 那么中国农历新年 这一年不好呢 那么吵架下一年的 中国农历新年 比方说吵架今年两月份 就明年的二月份是春节 那么到 2016年的二月份 这段时间都不顺利 那么如果你元旦这一天 这个不顺利 那么你到2015年的 2015年的年底不顺利 实际上是这个概念 所以他不管碰到什么节气 天上都有菩萨下来 所以千万不要吵架 好那么 听众朋友们 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新年快要到了 现在呢 新年快要到了 希望大家多念经啊 多多的求菩萨保佑 一个人呢 活在世界上的信心是最重要的 没有信心 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啊 就希望大家好自为之啊 好好努力啊 啊 世界上任何的事情 都是有因果的 有因必有果 有因必有缘 所以很多事情 不要去怪别人 主要还是从自己本身 身上找毛病 啊 好好的改变自己 好好的 能够让自己变得 越来越 踏实 啊 做人也好 做事也好 学佛也好 都要变得非常的踏实 好好的 打赏大悲 观世音无散 大祝大悲观世音无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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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吃大悲观世音菩萨 大吃大悲观世音菩萨 大吃大悲观世音菩萨